愛為什麼是別人來定義呢 就為什麼愛不是你跟你愛的人定義就好 這件事 所以我在演阿利福的時候 事實上我不太去想 是不是同志議題 是不是原住民的議題 它其實很單純 它就是所有的 全世界的故事都在講同樣的 就是親情、友情、愛情 這三個愛 我要愛誰 誰來愛我 大佛普拉斯也是 其實戲劇或藝術的作品 都是在講愛 親我一下 就到最後一次喔 我們總在別人身上看見模樣 在愛恨別離之後 才找到自己 我是誰 我們是誰 男生女生又開始是這樣子 阿利福想要變性 你之前不是說女生也可以當婆婆 你的意思是說 我去變性完 然後再去跟她說 我要接頭目嗎 怎樣啦 她是提 不管是男的還是女的 我都會愛她 對啦 這樣可以打 Sherry先是男生 後來變成女人 那邊啊 告白怎麼啦 就人家修修那一段春啊 她太久了 三不五時了 也要通一下 不然 甜甜圈呢 變成紅蘿燒了 表演是這樣 表演就是 你好好過生活 從生活裡面 有一些體會 把感覺放在心裡面 好 所以就很像 你就人是一個電冰箱 那你就不斷去 逛街 菜市場 超級百貨公司 什麼超級市場 傳統市場 去買很多菜肉料 回來放 等到有客人 觀眾來一家吃飯的時候 就用你會的 把那些東西拼一拼 變成一盤菜 料理 給你的客人吃 然後你做的方式 又可以 撫慰你的客人的腸胃 雞腸露露 這樣大概是這個概念 你就好好做這件事 如果你要創作的話 不管是哪一個平台的創作 你的作品 應該要跟這個環境 有連結 第二就是說 你怎麼跟這邊 這樣在地的人 這個地方的人 我可以欣賞到這個作品的人 怎麼互動 你到底沒怎麼這樣想 你做這個要做什麼 你如果要做一條作品 放在家裡 跟那些環境 無關 跟那些人 也無關 你做的要做什麼 還創定地 對不對 他不知道自己是誰 你幹嘛來這邊辦妝啊 你明明就跟他們的朋友一樣 假設如果把他們的觀眾 意見調查表的這些 跟我們分享 他看完舞台劇 所有的他人生的經歷 跟心情他寫在那上面 我家怎麼樣 我爸爸怎麼樣 那個集結成一本書 會很好看 那個就是每一個人人生的 很誠實的跟你分享 做戲的人喔 最嫁人就在這個時候 你做戲然後他 有感 然後他跟你 分享他真實的人生 表演的滿足 就在這裡嘛 然後這個影 也在這裡嘛 觀眾愛看的影 演員愛表演的影 也在這裡 就在這個地方 畫畫一樣嘛 做裝置藝術 影像創作 很多紀錄片的朋友 都是 可是為什麼大家都要做這個事情 你就是 有人說 我除了這個之外 什麼都不會啊 有人說 我就喜歡這個啊 我除了這個之外 我也不喜歡做別的事情 都可以 對啊 你只要 好好感 應該 至少你會比較快樂 好好拍 好好演 因為每一個本子 人家都長很久 每一個本子 就是有一群人的世界 有一群人的話 藉由你的嘴巴說出來 所以好好說吧 歡迎 也就是 兩位 到這個地方 也有 來 一位 請